彰化县各乡镇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在2011年彰化县妈祖绕境祈福中 民众随着妈祖绕境 经过彰化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可以深入了解妈祖文化之外 更可以亲身体验 彰化各乡镇不同的特色 让民众在参加妈祖绕境祈福同时 也感受到彰化在地的风土人情 因为我们知道妈祖文化远远流长 那妈祖文化更是影响到 我们台湾甚至是中国大陆沿海一带 庶民的生活的基本的宗教信仰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妈祖的文化的信仰 好好地进行研究 包括妈祖文化的起源 还有妈祖文化的传播 还有妈祖文化的国际信 还有妈祖文化对我们民间传统信仰的影响 还有妈祖历代跟我们的皇帝 能够受封为天妃天后 这些很有趣的历史传承的故事 我们都把它列入我们的妈祖学的研究的范围 所以我们这个妈祖绕境 不是说只有热闹的一面 我们还有深刻的文化研究学术的一面 三迈年古迹妈祖庙电南宫 做到北斗小吃街中心 是民众的生活中心 更是当地的民俗信仰重镇 我们这里是报道电源宫 我们的主委 王主委 王教授 我总监事指望介绍 今天他要说电源宫的历史 电源宫的历史已经三百五十几年 可以转生 最久的历史了 大陆分明来 如果回去掛香 可以开庄门和我们认识 以前有董事旁边去掛香 会有完整七年 他每年就去参加我们的金香 回到大陆 每一周都有一尊 我们的软体的天壮圣廟送完 我们报道电源宫里面 有七尊的软体 有些人最重要的金香 可以说电源宫的历史 可以最久的台湾 可以做独一无一的 有时我们十几桌 广影馆座 雁吾基 整特茶都聴的 可以当妈妈跟我们播到电源宫 有时我们的雁吾基 又钓丘的海关 我说是广影馆座 广影馆座 借由寺庙周边的特色 吃喝玩乐 当地不外是传统风味高丽菜饭 其余就是最有名的肉园 也吸引许多观光客驻足 以前我们公公的手头到现在 到我第三代了 我们老婆再来我第三代 后来我们驾驼四代了 我们鲍鱼饭的特色不是 鱼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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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鱼饭都是鱼饭 每年鲍鱼饭 鱼饭鱼饭都要吃肉圆 我是在地人 因为我是出外去台中 如果回来的时候 回来故乡的时候 就会来这里吃 肉 肉里面是有鲍鱼饭的 还有鱼饭的 那种鱼饭吃起来切切好吃 有鱼饭吃起来就想要来吃 如果没有来吃 会觉得怪怪的 会想要吃就对了 会有上瘾的感觉 隔心宫有炮鱼饭的称号 二次世界大战时 皮友乡民流传着神奇的故事 发现民族的文化深刻内涵 倒进祈福活动中 更在敲锣旗鼓河透过戏曲故事中 不再是看热闹更是看门道 那我们彰化县 一般的妈祖都是在那个三月份 会做活动 那因为我们彰化县 为了要区隔一般妈祖的文化节 所以我们把它安排在农历的九月十月 也算是一般的 我们民间所生的就是夏平安 如果在这个习俗上 我们就做一个妈祖烙镜 那我们整个彰化县 境内能够 和家平安 风调雨顺国泰平安 所以藉由这个活动 我们从2009年 开始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有在那个西州的 那个电安宫有演过 那也有在我们的二陵的人和公园过 那我们今年是在 碑头香的核心公园 那基于以往 大家对那个彰化县 妈祖烙镜活动的一个热情的参与 那我们今年本剧团就推出 《熏母三千里 母子无眼的巨马》 来引运这个 妈祖的烙镜活动的一个盛事 我觉得妈祖是一个很正面的神秘 他在台湾人民的神秘 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精神上的慰藉 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也是从这个活动来 挖掘出自己更多正面的想法 禁运这个天哪里 我心里面有可能 就是它在见面 我身的游戏 对你的天哪里 也不像有钱 我希望我們的歌仔戲能夠超精緻化 那目前我們一般所看到的 那個首審的演出的話 都是屬於是做完戲 比較不像我們目前看到的 像那種劇場式的歌仔戲 那當然如果歌仔戲要製作演出品質 要好的話 我們要找劇場式的方向去發展 我其實是從高中社團的時候就接觸歌仔戲 那本來它是我一個算是讀書以外的精神資助 但是後來我發覺說演歌仔戲 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有一些帶給自己的心裡面的成長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這種傳統藝術的美 好像比較不會有人在乎 因為以前歌仔戲是下九流的職業 但是現在因為越來越多人在注意了 我覺得需要有很多人把它帶回 一個比較正軌上面 就是去除掉這些名跟禮 然後它可以藝術上面 到底是帶給我們人的生活 一些比較精神上面正面的能量 2022人和宮保存相當多的古樸建築 集聚地方特色 不但是民眾的信仰中心外 更是彰化性的有機之一 万一輪 我是充馬軍、近 miss vídeo н1 亭威宮 1 etwas以上 1300年 地址 碤3小美的寺廟 已在政府中心 三個五個 所以這間寺廟的天堂非常漂亮 它的一磚一瓦 隆重在地上去看 所以在這裡也歡迎各位 請個機會來二林這堂 我們有到來 跟你們說明得真正做 二林有很多龍山 像蕎麥 藝人 紅龍果 富度 尤其二林的台灣酒酒 那個酒是非常好喝 所以歡迎各位請個機會來二林 一定讓你們有吃 多一口 歡迎各位 謝謝 方苑普天宮奠基至今 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這是橫跨三個世紀的媽祖廟 其間賢祖地方 教化蒼生 我們和我們普天宮 我們從建廟這檔間的地市 已經有三百元了 在我們的建廟的過程 我們是一個紅頭水母的所在 在我們這個紅頭水母的鑽鑽所在 我們來啟動一間 非常壯觀的建局會 以我根據我的了解 我們目前我們這間建局的頭隊 建隊可以說在全國 應該是沒有人比我們更大間 我沒有說這點的原因 就是我們這個鄭家 這間善者的所在 為什麼會有這間大間的 事業的建築物 也就是由到我們的鄭人 以及來自全省 國度的生涵信律 對我們黃岸普天教的麻祖 牽涉的信領 付出到無憾的公平 跟金錢 全力路區 到關心 到負責 這裡有這檔金的 黃岸普天教